主席各位同仁 行政院成院长以及各位长官 是不是请成院长 黄委员好 院长你好 简单请问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最新的股市很糟糕 您是行政院长 但是过去您担任过金管会主委 其实现在担任行政院长 金管会也是虽然是独立的机关 但是也是在行政院应该负责的这个范围 就是说对于股市的这个状况 我们当然台湾股市是一个自由交易的市场 不过政府怎么样去营造一个股市发展的环境 能够让它健全发展 更重要的是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经济成长的一个一个一个环境 然后当然股市自然 然后在交易的资讯很透明 交易秩序都很好 那这样自然就会想 就会有一个好的一个一个现象 不过现在台湾的股市发展似乎不是这样子 尤其以去年来说 前年应该说去年的这个证所税 证所税大概实征大概是931 今年呢这编了1000多亿 可是事实上 应该讲证交税 对不起 证交税我错了 证交税去年编了这个 既然实收930 今年呢编了1000多 但是事实上达成率 听说不到六成 然后呢 明年我们又编了960亿 其实对证交税而言 您觉得 不管因为证交税是反映的股市交易的热络的情况 反映那个量 嗯那个量 您觉得呢 您觉得现在的 跟黄文报告 今年的证交税 不理想 我想跟全世界都有关系 因为它是跟量的萎缩 台湾今年的量 大概萎缩了25% 但是我们可以看 全世界从今年1月到现在 几个主要市场 比我们萎缩还多的国家 这个市场还很多 包括韩国、日本、香港、美国 这几个 其实它的量萎缩比我们还厉害 甚至有超过30%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 这个量的萎缩 在全世界主要叫正面市场 都是一个共同的现象 那 下去看明年的量是大概怎么样 那明年的量 如果说今年美国大选完了以后 加上如果欧洲在今年 它处理欧债危机 今年是平顺的话 今年底前没有任何的这种 新的危机发生的话 明年如果量可以扩增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觉得量的萎缩 是跟着国际的潮流萎缩的话 我们也不是最差的话 那价呢 价我们的指数 事实上下跌了也比别人多 那为什么会这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特别提到那个量的问题 是 因为正交税的话 量和价当然都有关系 但量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元素了 那至于讲价的话 那其实在这个价方面 我们今年大概 其实从一月到现在 现在的话 我们还其实在上涨0.88% 就是说从一月到现在 那一月一月 您也知道一月有选举嘛 所以一月那个 一月那个时候是不稳定的因素很多 每年每逢选举前 这个股市事实上是不是很好的 因为比较动荡 那你也知道说 如果说你要跟年初这样比的话 事实上跟去年同比来讲 那更糟糕了 是不是这样子 因此我们总觉得 其实政府有这个义务 要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可是事实上 我们从年初一路下来 看到了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政所 我不是说政所税 不应该克 很多社会大众 对于克政政所税的 这个支持是有的 只是克政的方式 跟实质的内容 看起来政所税 好像只有马总统是赢家 因为所有好像 各方面都是输家 政交税 交易量萎缩了 政交税克不到 价 价格您也刚提到 指数一直下跌 好像 事实上 很多人在股市 都 投资者都没有办法 赚到钱 所以 你觉不觉得 马总统所推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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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政所税 或是整个 整个的 纷纷扰扰的过程 本来以为说 政所税的纷扰 到告一段落 股市会回稳 也没有 那这样的情形 您提到一个 经济动能推升方案 但是 马总统整个一路下来 变成 这个股市 动能 推倒方案 变成整个股市变成 像死水一滩 怎么办 黄委员 我给您报告一下 如果说政所税 是马总统政策 这个 是不公平的 因为是整个 整个 政府的政策 整个讨论完以后 得到的一个结果 大家要来 推动这个事情 那政所税 实际上 如果上个礼拜 像Peter Kutz 所谓台湾先生 他写篇文章 就讲说 他对于政所税看法 他认为说 其实杀伤力 并不严重 只是一个起步 他有一篇文章讲 这个 其实每一个人 对于政所税 对股市的影响 其实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是啊 我也不愿意 因为这个人说他一次 他说没有影响 那个人说这个有影响 其实这个没有意义 真的我们去看的话 黄委员也看到 所谓税法修正以后 他那十四条之一 实际上 能够有多大的影响 我们看出来 他就是 实时没有影响 实时的政所税科不到 增加税跌很多 中间当然 我不能否认说 对一些大户来讲 他心理上有个阴影 因为即使说到后年 用十亿以上的标准 在算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 我很可能超过 或者说 你们在归户的时候 会不会 我即使只有不到十亿 你也把我归户 让我的资料都被政府掌握了 他会有这种心理上的一种阴影存在 这个影响到他目前的投资模式 这个我们很难判断 但是我们觉得说 如果说 从全世界 股市 我们横向去比较的时候 如果说 可以看 从数字看起来说 全世界的经济不景气 对股市的影响程度 如果能够取除的话 那可能是 明年会有不同的 依照您的这个讲法 其实坦白讲 对于未来的经济前景 当然作为这个 全国最高行政首长 也是国家掌舵者的您来说 是没有悲观权力的 可是事实上 我们就采取措施 许多客观的 许多客观的这个指标来看 事实上是不那么乐观的 尤其 连央行 彭华丹总裁 也说 今年的经济成长 可能有下修的空间 今年GDP 有下修的空间 如果这个 这个是实际的 我们看 怎么样子会可能造成下修 因为第四季啊 如果第四季不看好 明年也不看好的话 那我们的经济动能推升 帮霍法总统所提的 告诉您一个月来提出 这个有感的 这个政策 很多都是明年度在开始的 那 明年度又已经不看好了 那您看 这样的情形 我想没有人说明年度不看好 因为即使 刚刚你讲 董总还讲的话 其实 我想他也考虑到第三季 也不仅仅只有第四季 当然了 第三季已经过完了 第三季已经过完了 第三季还没有正式估算出一个数字 那第三季都可能有影响的因素 还造成对今年的GDP的预估而已 那是一个forecast 那明年来讲 其实 以国际货币基金 在10月9号所公布的 它对明年的forecast 来讲 它其实对台湾是很看好的 是很看好的 我们也希望看好 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唱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面对事实 面对现实 像去年 主席是估计今年的经济成长 到现在连续十几十次的下修 这样子的政府的施政 怎么施政啊 你明明看好明年要怎么做 结果后来一直要销 一直要不断的调整这个政策 这也很糟糕 那如同您刚刚所说的 其实 9月份的经济灯号 转为黄蓝灯 9月份的出口 有提振 可是10月份 似乎就不是这么样子 这到底是可能是一种 昙花一现 或者是一种 一战时性的措施 还是 我直接用一个比较世俗的话 大家可以知道 到底是燕子来了 还是一夜之秋 我给换问您报告 您觉得 在十个蓝灯的时候 和后来变成黄蓝灯的时候 我讲的话都一样 我就说这些灯号 你要参考 因为主要 主要你要看它里面的 那个指标 它里面领先指标 同时指标 那些指标本身 它的内部的细节要去看 要看那些细节 那所以 为什么我在十个蓝灯的时候 我就说 下一次的灯号 应该会有不同的变化 因为我不可能去影响人家灯号 怎么做 但是 我看里面的指标变化 我就觉得说 虽然说那时候十个蓝灯 我说下个月的灯号 应该会有点变化了 是 因为你看里面的内容 那结果十月呢 十月目前 这里面的内容 感觉起来 比如说出口这样的因素 比较难以预估以外 那它的影响会怎么样 出口 但是这个出口统计很快 电脑就出了现金 到十月下旬 它对于灯号的影响 目前还很难预估 很难预估 那数字当然很明显 但是出口的数字是OK的吗 是跟同比来讲的 是这样啊 跟九月比的话 可能没有九月那么理想 跟去年同比呢 同比呢 跟去年的十月份同比 我没有去比较 但是我是觉得说 这个东西因为是 属于统计方面的范畴 当然 那统计法我通常不会去干涉 我只会用自己的观察 去做一些揣测而已 因为你在财政部服务过 也在金华月服务过 所以才会请问你 因为 对这种出口数字应该很快 主计处 它主管这个统计法 其实它会告诉我 提示我一些事情 就是说有些事情 是最好不能过问的 因为尊重他们统计 独立行使之权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 是不如九月份那么好 不如我讲出口这一项 出口这一项 因为其他很多项目了 像工业生产指数就很难讲 说不定就是会比较 影响不一定 因为十月份 第四季的订单 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 现在请 请迎主委一请 那 这个院长 我想请问 如果是这样子的 大家对经济的前景 事实上 是有点 看不 就是说像实体 就不是很看得很清 不是很能够预期的 很清晰的情况下 那么对于 这个支出的部分 那就要更注意了 那么 院长 您也曾经承诺过 就三个月内 对于劳工 工军教 各项保险 好 要做一个通盘的整理 那么 三个月 其实来讲蛮快 我们不是在数日子 过去 马总统做一个月 到数几天 现在三个月就想到数几天 那我们眼下看起来 过去金监会的这个 这个年金检讨的小组 事实上 在过去两年 都没有好好的开过会 那原因到底何在 政府的心态到底是什么 您可以告诉我吗 是 好 跟 法委员报告 因为实际上 我们有个 专案的小组 在做这方面的规划 那为什么两年不开会 那 大概 中间过程大概有 工作小组 他们大概开了五次会 那五次会呢 有一些 后续还要再去 进行的工作 那请各部会呢 把那些工作呢 带回去 你知道吗 继续去做 规划的工作 所以这中间哈 一定要等他有个具体的东西出来 所以大概在 两年了 大概在十月初的时候 我就已经 九月我就听了简报 所以请他们的十月十一号 已经排了一个 会议本要去开会了 所以他们开会 如果能像 他们开会的这个努力的程度 如果能像你写部落格 那就好多了 其实我说真的 这个部分其实 这个问题一次传在这边 从过去国民党 一直到民进党 政党轮替 到现在大国民党 马中党是过去四年多以来 我们真的很期待 怎么样能够把这个 这个将来 这个年金制度的 这个保险制度 以及退辅制度 整体的规划 能规划得比较好 减少社会的对立跟冲突 刚刚院长也说了 是对于这个退休军公教的年终慰问金 如果将来法治化也是一个好的方向 避免年年劳工军公教不同的阶级 或不同的这个 这个这个 为了这个问题社会再撕裂一遍 或社会再讨论 甚至社会再冲突对立一遍 这不是很好吗 那所以 其实除了这个退休军公教的年终慰问金之外 其他的各项年金跟保险 事实上 也好 也可能 如果不好好处也可能变成社会动荡的一个 不安定的因子 也可能变成一个隐性 那院长您的看法 应该要怎么做 跟黄委员报告 金介会当年成立这个小组 年纪的小组 一听就晓得 他不是只针对特定一项社会保险 是所有整套 他这个很有ambitious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整体他这样其实会建议 那我上次提到说 对劳工保险这个 我们要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出来的话 针对劳工保险 所以您有三个月是针对劳工保险 还是针对劳工保险 我们对老年经济照顾体系 十分四层 中间第二层叫做社会保险 就是应该第一层 因为零一二三 那第一层来讲的话 在这个部分有好几项事情 有包括劳工保险 有包括军人保险 包括工保等等 这些都在这个层次里面 那我们这个金建会 这个小组 是需要涵盖所有有年金概念的 年金给付概念的 这种不同的机制 那我上次讲三个月 先针对劳宝本身 劳宝三个月 因为上次有一个委员提到 李昆这个委员提到 说是一个月叫解决 我刚刚说一个月我是骗你的 觉得不可能吗 所以三个月勉勉强强 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些事情 当然这种问题也会利用到 金建会过去两年来 他们不断研究 研究的成果 我们当然会利用到 然后最后 老委会的一些过去研究 也会利用到 最后会提出一些建议 一方面是对劳宝本身的建议 另外一方面也对其他年金 因为这几个保险制度 互相会影响到的 一定会影响到 因为大家都期望说 这些不同的社会保险制度 能够奇异化 但我也跟你报告 这是不可能奇异化 因为它对我发展的历史背景 所以我们能够让它 有一些地方能够拉近就好 那这个是我们这三个月 希望提出的建议 所以说这个原则 如果依照这样来看 较多保少 较多零少 是一个趋势了 会不会这样子 这是看整个详细的规划 因为我们都可以理解一个事情 就是说 我们不可能说 完全不缴 而希望领得很多 当然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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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